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前面几节课的话 我们是写过两个小爬虫的 就是对这个scribe框架 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人的了解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scribe框架当中 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东西 叫做scribe shell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写一些什么呢 帮助我们去测试一些这样的代码 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爬取这个 爬取一个这样的数据下来 那么我们想要去提取这个里面的这个数据 那么有些时候的话 我们不知道我们写的这个规则是否正确 对那么你要最简单的方式的话 就是直接运行一下我们这个爬虫 看一下我不OK 对 但是这种方式的话比较 比较麻烦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scribe框架 它启动一个爬虫的话 是比较是要实现很多东西的 让很多东西的话也是不受你控制 对因为它底层已经把你封上好了 很多东西可能还不受你控制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的话 就是有没有一种方式 能够我直接去 我直接写一个测试代码去测试 我写的这个匹配的规则是否正确 对对 好 那么这个scribe shell这个东西就应用而生的 就应用而生的 那么这个里面 这个scribe shell是这样用的 首先的话打开一下我们这个7D中端 然后的话进入到你的scribe项目所在的那个目录 然后的话进入到那个scribe框架所在的虚拟环境当中 就是手机的话你要进入到那个虚拟环境当中 你才能使用这个东西 毫无疑问 因为我们要去使用那个scribe 那么的话肯定需要进入到那个虚拟环境当中 对 就是进入到那个环境当中 输入那个mini 输入这个scribe shell 然后的话再跟上你现在要去测试的那个 UIL链接 那么的话就会进入到这个scribe的shell环境 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就可以去写提取数据的一些证的代码好吧 这地方我们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来打开这个scribe的啊 那么手机的话我们先进入到scribe scribe那个框架 他所在的那个环境当中 Walko Walko S-C-R-A-W-E-A-N-V 对吧 好 进入到这个环境以后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那个项目当中 D 然后是cd到vip啊 cd到这个python 好 爬中 然后是进入到这个什么呢 scipy demo里面啊 好 那么我们刚刚的话是这个微信APP 对不对 进入到这个微信APP啊 然后话scipy sel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到那个虚拟环境当中了 那么我们这一番你要去执行哪一个UIL啊 你要对哪一个UIL进行提取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跟个UIL 好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去获取这个UIL下面的这个链接 好吧 这个东西 可能叫c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链接给进去 按在a里面 这样的话 他就进入到这个啊 适合环境当中了啊 进入到这个适合环境当中 并且他这地方也可以提供好的 这些什么呢 可用的一些这样的scribe的一些这样的对象 对吧 其中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spreader啊 不是spreader 就是这个response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想要去获取一下哈 这个UIL这个页面当中这个标题 那么的话我们就在这里面可以去写一下啊 那么这个标题的话 他是放在一个s1标签当中 对吧 放在一个s1标签当中 并且他的class就等于ph 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response 就是这个标签当中的s1标签 啊 在这个里面spa贴是在这个里面操作的话就跟你在那个代码当中那个spreader里面操作是一模样的啊是一模样的啊 好 然后是se标签呃这个里面他的那个class是等于这什么呢等于这个ph啊下面的这个test对不对啊 test 他就可以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一个 好 那么就下来tile哎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这个标题啊对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想要去获知道哎 我写的这个东西到底正不正确啊 对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来来来来用一下对不对 在这个里面你可以随便怎么去想啊随便怎么去想啊 而且在这里面你还可以去导入一些第三个的酷 比如说导入那个beautifulsop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个bs4啊 一泡了一下这个什么呢 beautifulsop啊好 那么导入现在也是可以的对吧 比如说bs啊等于这个或是soc soop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beautifulsop啊 然后是这个resource点test啊 然后是这个lxml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sop点fund 或者fundall这些东西对吧 比如说fund啊 他的这个什么呢 fund这个he标签 然后的话呃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里面的这个 呃atdr啊atdrs他的这个标签的话是是有什么呢 他的标签是这个class啊是等于啊等于这个ph的对吧ph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标题的这个tl 点那个呃 title tag啊 好就可以拿到这个东西对对好title tag 好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这个标签啊 对对也是可以使用这个beautifulsop啊 你在这里面也是可以导入一些第三个库来做测试的 对吧来做测试的啊 好然后的话你也可以去使用政策表导师这些东西去去提取 好吧那么我这的话我们就不再过了讲解了啊不做过了讲解了啊 这里面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scribe it shell这个东西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开 但是的话啊呃 如果你想去读取某一个项目他里面的这些配置文件这些东西啊 那么的话你就必须要进入到这个项目所在的这个mode 再去打开这个scribe shell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我们进入到这个微信APP里面 那么你再到他这地方的话就可以读取到这个setting文件啊 看到他的这个什么呢啊 这个项目的名字是不是叫做微信APP啊 然后的话这个里面啊还有一些呃 其他东西啊也就都是在里面啊 反正如果你想要去读取这个项目里面的这个配置信息 那么的话你就进入到这个里面 如果你不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 那么他读到的就是一个空的一个这种东西啊 但是的话也不影响他去什么呢 也不影响他去也不影响我们这地方做的这些操作啊 也不影响我们做的这些操作 就是说去换取这些啊数据啊 去解析这些东西都不会影响好吧 这个大事需要注意啊 那么这地方我们来做个笔记吧 可以方便啊 我们做一些啊数据提取的测试代码对吧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发什么呢 那啊呃呃如果啊如果第二点话是如果想要啊执行那个scipy命令啊 那么毫无疑问啊 说好毫无疑问 肯定是要先进入啊先进入到这个进入到 到scipy啊所在的环境中对吧 好那么第三个话就是什么呢 如果想要读取某个项目的啊配配置信息啊信息 那么应该先先进入到这个啊项目中啊在在在执行啊在执行这个 啊 scipy shel mini 对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scribe shell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啊感谢大家 嗯 嗯